政府将在来临星期五提成2024年的裁案 在这之前无论是部长或者商界 都有不少关于重启消费税的讨论 今早的线上嘉宾 我们有税务专家拿督孔令龙 达豆早安 达豆早安 早早早安 达豆您认为我们的财政部长安华 会不会在2024的裁案中宣布重启GST消费税 如果是重启的话 税率或者具体落实的时间线方面 您有什么看法 这个话题相当的热议现在 你看重启GST 当然重启GST是一个好事 在马来西亚的国库 但是你谈到现今的这个阶段 我觉得在这个星期五的财政一段案 它的几率相当的渺小了 要重启这个GST 为什么呢 它基于两个原因 第一个当然是一个实事的原因 也政治的原因 然后第二呢 我觉得在人民的这个想法之中 我们现在物品相当的高昂 所以它通货膨胀 如果再来一个GST呢 它会回到了这个2015年的时候的想法 东西又贵了 等一下 所以基于这两个的因素 我想重启这个GST 它固然是好 但是在这两个因素 它是机率是相当的小 如果是要重启的话 我想在你看中华总商会 也呈现这个费忘录给政府 在3%或者是4% 我想4%它是最合理的 以便不加重所谓的这个人民的负担 所以我们要知道 马来西亚的这个所谓的消费税GST 它不是一个新的税种 它是替代这个所谓的SST 这个销售税或者是服务税 10%的这个销售税 所以我想4%应当是最好的一个税率 但是刚才我讲这个替代的这个物件 政府就要向人民更多的这个所谓的解释 这样的一个替代的税种 是 那如果重启GST的可能性很低 您认为能不能有其他的税收 来扩大我们的国库 您认为政府会不会出台新的政策 来增加额外的税收呢 再还没有谈出台新的税收呢 你看马来西亚呢 多年以来这个财务的状况呢 超过50%都是从这个自节税那边来 我们的收入国家的收入呢 然后7年讲在宣布 2023年财政因素案的时候 大概是56.3%都是自节税 自节税呢大体上都是公司税 或者你我这个个人税呢 如果在自节税呢 在进行呢 这个篮子在抽的时候呢 我讲呢它是不理想的 应该呢 怎么有其他的税呢 你看现在7年政府也谈了 在财政因素案呢 这个所谓的资本利得税 这个资本盈利税呢 如果你在买卖这个什么 非上市的这个股票呢 它就会有这个所谓的盈利税呢 所以目前马来西亚没有这个资本的盈利税 只有这个房地产的盈利税呢 所以我想这个呢 应当是会进行呢 因为很多国家都在进行呢 第二呢我们都知道 在GST的时候呢 我们都是有一些买产品 你就有这个所谓的消费的时候 有消费税 所以政府呢 为了不重启这个GST的 来一个私持税 这个私持税呢 就是你来买这些比较 有品牌的贵的一些私持品呢 你就有这个税了 我想政府应该呢 会在这方面的你想下手了 还有另一个呢 就是我想有一个很多人是没谈的 就是我讲 想在马来西亚第二家研AM2H呢 门槛把它拉低 更多的这个所谓的外来的这个家庭呢 或者专才过来 这样呢很可能也是提高 这个所谓的个人税 很可能在国外 因为马来西亚现在的这个印花税呢 外国人买房地产 跟本地人买房地产呢 它都是一样的税率 1% 2% 3% 最高4% 我想新加坡邻国跟好像香港这样 它的这个所谓的印花税相当的高 所以我觉得在印花税里面 可能是加0.5%这样的 这样的话呢 它就会把这个所谓的税收了 或者是收入增加了 好 那会不会有这个外国人买房 提高的印花税 我们就要静待这个来临的财政预算案 来公布进一步的细节 好 非常感谢大家都给我们做客早新闻 谢谢您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